三支的制成堂文武圣庙为了要将传统的书法记忆传承 每年都会举办书法比赛 而今年比赛也将于暑假期间来进行 有别于以往今年还有千人千兽的复古辉豪活动 每人一片红袜在袜片上写上寿字 结合传统来发展文创 要借此为三支的观光增添新风采 三支制成堂文武圣庙 每年都会举办书役传乡的书法比赛 而今年比赛依旧会举办 不过不同的是还会邀请大家一同来参与 创下千人辉豪千兽的记录 应用复古水笔写红瓦的方式 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字体 在瓦片上写下寿字 未来这些寿字红瓦也将会放在庙宇周边 作为文创艺术永久保存 有建于去年106年有举办书瓦比赛 然后这中间又经过前辈的指导 来复古 用复古的方式来写这个练习毛笔 所以就是第一次用这个水来写 那写了以后呢 它会马上干掉 干掉你接着就可以在第二次 第三次的来使用 这个就是 那现在我们把它延伸到 就是说那个用千人千寿 一个人 一千个人每一个人写一张 一个寿字 然后呢 会高挂在制成堂的旁边这样子 以往纸张并不容易取得 想要练字时 都是以水笔在红瓦上来练习 等到水干了 又是一片新的瓦片 集合传统发展文创 三支制成堂举办复古辉豪 就是要将书法记忆来传承 也要借由发展文创 为三支增添观光风采 因为大部分的庙里以前都是老人 那现在可能年轻人也把它带进去 所以当时这个构想呢 就是怎么样来创造产生出来 也就是说 怎么样让观光产业能够带进来 怎么样利用这个人文文创的东西呢 把观光产 把观光的人潮带进来 所以就是搞一个千人千寿 所以我一直想说把这个人文呢 带动观光产业呢 在最后呢 能够产生三支一日游 那只有把人潮带进来的 三支一日游呢 那三支的寄明 才能够提升他们整个的生活水平 而千人千寿的复古辉豪血红瓦活动 也将于暑假期间 7月7号来进行 三支制成堂也期待 不论老少都一同前来共享盛举 让书役传乡也见证这个创下千寿红瓦的历史时刻 记者廖平函三支采访报道